那接下来呢我们讲一讲北 他最早造字的时候 是按照这个方式造的 那这是一个侧面立志的人 上面是他的脖颈 下面是整个身子 下面这个短笔 表示人的胳膊 他呢就表示什么呢 表示这个一个人侧面立志 上面是人头了 那我们画一个人向左 同时呢我们再画一个人向右 这两个人呢就是背对着背 背对着背呢 他本来这个字啊 是相背的意思 是这个字的本质 就是最早造这个字的 最初的意思表示相背的意思 但是后来啊 人们在这个生活生产中啊 需要表示北方 然后呢就用这个字 借来专门特指 北面的意思 因为我们发现 这个山背着太阳的地方 是北方 所以呢 这个呢很多造字的时候啊 有时候离不开太阳 就像前面我们讲的一个东 是不是 东呢太阳 在树木之间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在东方 这个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字 是吧 那这个北 也是这个意思 那背着太阳的方向 是北方 所以呢 它引申为表示北方 后来呢 这个字呢 就专门特指 北方了 那表示背这个意思呢 于是呢 人们又在北的基础上 加了一个月子 月子床 和肉相关 背呢 击背 表示击背的意思 就是这一个字 变化成南北的北 和背离的背 背部的背 这两个字 实际上这一个字呢 就延伸出两个字来 实际上这个字呢 我们看一看 它的字形的变化 现在 我们 这么写这个北 和我们今天的北啊 还过不来 那现在呢 我们 左边这一个人 旋转 这个90度 不让他坐下来 看到没有 右边这个人呢 我们也让他坐下来 对称 那 从 到这里 再往下 我们把它写作 方式 把它断开写 那么 现在 到这个地方 就和我们今天 所使用的北 是完全一样了 这就是他的这个 自行发展的 这种一个过程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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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